欢迎来到新台湾星光大道 我是周倩玲 这几天实在太热了 每天在那边破纪录 今天差一点又要追凭前天的纪录了 今天中午在台北市已经破了38度了 这样的高温怎么过 而且不只是在台湾热 还有在世界各地 别的地方也热 我们以前讲说热死人 热得想杀人 真的有人杀人了 而且接下来 现在才7月 中都还不到位 接下来还要再热多久 我们看到今天的现场来宾 起上将军仪川新一 将军好 大家好 中医师陈梅飞 欢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自身媒体人江中博 天宁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来看到这个 余将军我要请问一下 今天才7月什么 今天7月12 7月中都还没到 夏天才开始没多久 今天已经2度的破到38度了 这日子怎么过 的确是这样 7月份在全年当中 其实温度是最高的一个月 不管是平均温度 或者最高温度也是最高的 以台北市来讲 7月份的台北市的温度 都比全台湾各地方的温度要来得高 因为它是一个盆地 台北最高温度还是出现在8月 就是8月8号 不是7月份 所以8月8号的温度是38.8度 是台北市的最高温度记录 台湾的最高记录是40.2度 是在台东 所以在7月份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是在2004年 2004年就是93年 93年都是5月9号 台东大午出现40.2度 但它为什么不是在7月份呢 因为刚好5月份是台湾的美宇区 美宇区刮南风都在封面前的话 有焚风现象 因为焚风现象出现了高温 跟现在真正夏天出现高温 它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真正出现夏天的高温 都是在台北市 最高温度38.8度 还没破39度 那前天 前天就是刚好10号 也就是7月10号 38.3度 是7月份来讲的话第二高 那今天来讲是第三高 所以在今天温度来讲的话 也是比较偏高的 所以未来几天 只要有高压存在在这里 都会超过37度的高温 但是午后有雷震雨的时候 相对的它的高温会减弱一点 那当然你在38度减弱到2度 36度我们感觉起来还是蛮热的 所以你虽然讲起来减2度 今天好像是36度 如果你36度的高温 从早上的11点到下午的5点 都是36度 那就比一下有高温38度 只出现15分钟 这种温度可能来得更热一点 所以虽然我们看到38度 还好它出现的时间很短暂 如果它维持两个小时 那我们可能更受不了 但是最可恶的是什么呢 36度或者37度的高温 可以维持15分钟 这种高温我们也受不了 对 所以每次看到新闻讲说 今天38度 明天比较凉爽一点了 明天可能只有37度 哪有差啊 差那个一度的 差一度没有感觉 但是在冷的时候就有感觉 你12度降了3度 9度就觉得很冷了 所以在冷跟热中间 我们的感觉 每个人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高温你就是像现在38度 你说明天降5度好了 那也有33度 33度我们感觉也会热啊 所以这个温度来讲的话 31 32或者38 37 这期好像不会说差得太多了 但是只要超过32度以上 都会觉得热 但是在7月份来讲 台北市的温度7月份 大部分都会超过35度 尤其在白天 除非晚上或者有台风来的时候 会低于这个 所以台湾的高温区 第一个夏天就在北部 尤其台北盆地 第二个还有一个高温区 就是在台东大午 台东大午要出现 焚风的时候比较温度高 时间就在7 8月份也会有 但它吹南南西风的时候 最容易有焚风现象 所以整体而言 台湾各地方的全年的温度来讲 夏天是北部高 南部相对的比较低 东部是比较低的 也就是东部的温度 很少超过34度的 最高大概34度 就刚刚我讲了 有焚风现象的时候 像玉里 灼溪 这些地方会有34度 因为受中央山脉的影响 所以大部分在西半部的温度 会比东半部高 北部的温度 会比南部的温度高 在冬天来讲的话 北部的温度 会比南部来的冷 东部的温度 会比西半部要来的暖和 好 敬平 我们在画面上看到很多人 跑去游乐场去玩水什么的 夏天热成这个样子 对我来讲 什么吃冰了 洗冷水澡 最基本的消暑的方法 对不对 对 其实年轻人 大部分碰到这种热天气的时候 一定会这样做 不管是去泡冷水澡 或是跳到水里面去游泳 或是吃冰 可是其实对很多老人家而言 一下子做这么激烈的动作 你在这么大太阳酷暑之下 一下子你就碰到这么冰冷的东西 这是两种极端 其实老人家 因为他的身体的新陈代谢 排汗能力 没有像年轻人那种体力 和体质那么好 往往在这方面 碰到天气那么热的情况下 会不容易解冷跟抗暑 所以这个是其实对老人家来说 会比较危险 这是老人跟小孩最要小心 对 其实这个是有差异的 不像我们那种年富力壮的话 这其实是没差的 但是为什么 刚刚仪将军笑了一下 但是不是说这样 仪将军笑了 所以特别要注意 但是因为最近这两天 因为天气热到不行 这两天你看基隆它那个温度都已经 我们知道基隆有渔港之称 渔港就是常下雨的地方 但是现在就变成它有35.4度C的高温 然后台北市也是连续 至少两天已经飙迫37度 昨天真的到38.3度 那种是一般人发烧的体温 发高烧的我们不是说38度C吗 几乎外头的温度 就已经跟我们一个人不正常的体温已经高了那么多 所以当然让人家受不了 所以我刚刚特别一开始破题的时候提老人家 主要就是在于说 老人家碰到这种热天的话 真的会比较受不了 所以这两天在台北基隆这两个地方 有疑似发生四起 然后都是几乎是老人家中暑或者是闷热 热衰竭这等等不一样的症状有关 那其实第一个就是在前天凌晨的时候 在发生在台北市环和南路 有一个曹老先生 他其实凌晨四五点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天还没亮 应该是很凉爽 他在家里客厅就这样子乘凉 没有想到可能太闷热的关系 乘凉乘的就突然这样子 好像感觉还太闷热 然后就这样子中暑就走了 然后这个真的是很遗憾 而且在不到12个小时之内 同一天我刚刚讲的是凌晨四点 到了那天早上9点50分的时候 一样也是在台北地区呢 有一个李老先生 他只不过走到那个万华很著名的风景区 那个景点龙山市那附近 龙山市捷运站 我们知道捷运站跟公共设施 不是很多地方 包括便利商店 外面有一些大众场所 都有一些冷气 民众其实有时候 包括我在内都会贪图方便 想说外面好热 跑到便利商店 或跑到那个捷运站里面 就吹一下冷气再跑出来 那感觉上不会让自己那么闷热 那个老先生 其实跟大多数人的动作是一样的 这个李老先生 他就走到捷运站里面 捷运站很凉很凉 他就在那个龙山市捷运站2号出口 结果没想到一走出来 就感觉好像一个在赤道 一个在南北极那种差异温度 他在捷运站里面吹冷气 吹得很凉 一走出来没有想到感觉 那一刹那就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人体质关系 又是老先生就中暑了 中暑他当场就晕厥 就昏倒过去 昏倒过去送一不久之后 一样就这样走了 就很奇怪 而且到了那天中午11点50分 接近中午的时候 也是在台北地区有一个孔老先生 他也是呢 因为那时候天气已经快要到中午 日震当中真的是很热 他一躺在家中的床上 打开电风扇 这是一般人都会做的动作 没有想到电风扇应该循环 要吹的那个电扇应该是很凉爽 结果吹出来的是热风 热风让他更热 热到后来就是真的是 他也感觉好像就是 家里出现焚风了 对 太闷热 对 家里好像这种焚风的感觉 就闷热然后就中暑 然后也就这样子走了 都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奇怪 而且这么天气那么热 然后我刚刚讲的 又是特别三个老先生 那基隆呢 有一个王老太太 也是在我刚讲说 今天我们是35度以上了吗 他就在家里的后菜园 整理他的一些种的东西 种的菜 结果没想到也一式中暑太闷热 然后就沉湿在他们家的 这个后面的菜园院子里面 所以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下 我真的所以说 我刚刚开始讲说老人家 还是要特别注意这种状况 不过你刚刚讲的 其实第一个例子 我觉得比较意外 因为你说是凌晨4点 那时候应该是一天当中呢 相对来讲温度不是那么高的时候 天都还没有亮 不过呢 中博我刚刚讲说 这个老人家每次看到我说 夏天洗冷水澡 吃冰 就会跟我讲说 夏天也不能吃冰 老先生老太太 夏天还在喝那种 不要说温开水 至少是比较冷 他不会去加冰块那些的 我觉得消暑一定要喝冰 对啊 大家都这么觉得嘛 冰块是降温的 像今天倩玲跟我们讲说 今天要讲热天 大热天 你看看静瓶 他就还穿黑西装 我看到静瓶我好热啊 自己吼我冷气 静瓶你看看嘛 他穿黑西装 深蓝色的衬衫 对不对 然后还这样子 这么包的这么 两位应该看一下 我们的余波波好不好 余波波其实我们的前辈 他这样穿呢 至少看起来就比较凉爽 那像我呢 我就听静千玲的话 我就穿白衬衫 然后打一条水蓝色的领带 虽然我不知道这样 我降低你中暑的可能性 因为摄影棚也很热 只是我没有办法去区分说 像这样是不是就一定 比较不会吸热 或者比较容易排热 但至少我自己看了 也比较凉爽 那我想很多观众朋友呢 都会用这样的方式 我就替大家整理出来 第一个就是千玲讲的 喝冰水 直接用灌的 或者他们觉得要喝 带有一点糖味的糖水 因为他们觉得喝白开水 有没有 有时候你很渴的时候 喝白开水 总觉得好像没效 对不对 其实大家都说错了 因为其实你喝冰水 你想想看 这时候温度 比方说像今天是38.1度 那你突然灌了冰水 那冰水可能他不是说 它是10度好了 38.1加10除以2 那你身上的温度 不是迅速下降了吗 那你迅速下降 你身体是不是 为了要维持恒温 大概是30多度嘛 你是不是要开始 利用身体的能量 去让自己身体 温度要再上升 你知道那都耗你的元气嘛 是这样吗 对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喝糖的饮料 这个喝糖本来就不健康了 还有人里面 干糖血糖血糖干糖 对不对 你喝了饮料 你会让你的血糖变多 那你会造成 你血糖代谢出现不正常 那有糖尿病的人不是更完蛋了 第二个大热天打赤膊 我们常常看到 打赤膊是觉得比较散热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时候微风一吹来 就很舒服啊 对 但是你微风一吹来 你毛细孔热本来是打开的嘛 就微风一吹来 它是不是就收缩 可是你这时候热得要命 你身上的热都还没有完全散去 你毛细孔就已经收缩了 那你这样子 你身上的闷气 热气 湿气 不就还闷在里头呢 第三个 身上流汗很热 赶快冲冷水澡 同样的 你今天冲冷水澡 一开始热 毛细孔是打开的 冷水比微风更恐怖 又被它缩起来了 冷水比微风更恐怖 缩起来会怎么样 中风 心血管理 对吧 还有一个 寒气是不是这时候 刚好从你这个 热的时候大毛细孔 就直逼你的身体 是不是很容易感冒 第四个 洗完头发让它自然干 或用电风扇吹 不行 专家都说过 一定要用热风 吹风机 连头皮都要吹干 不然你就会头痛头晕 完了完了完了 我下半辈子完蛋了 最后一个 睡地板 最后一个 睡地板比睡床凉快 睡地板也招谁扛谁 你千万别睡地板 你要知道 你刚刚已经点到 观众朋友一件事 凌晨的时候 温度是不是最低 就差不多四五点的时候 那就是最舒服的时候啊 那问题是 你本来睡 比如说你晚上十一点 你就睡地板 你本来还耐得住 到了四五点 你睡得死死死的 你确定 那个时候 你还耐得住 那时候的低温吗 身体是不是很容易 就着凉感冒 第二个有过敏的人怎么办 城蛮灰尘 或者是昆虫 蜘蛛蟑螂 所以这个也不鼓励 最好离地要有三十公分以上 这个都是专家提出来的见解 好不过陈医师啊 我是没事不会去睡地板了 我一定要睡在床上 还要开冷气睡觉啦 昨天也有新闻讲说 亚洲男人最胖的就是台湾人啦 尤其是夏天都不动 都待在冷气房里面 只要在冷气房里不出去 就不中暑 就都没事了嘛 就是多交一些电费嘛 是不是 其实刚刚他这位资深媒体人 他有提到就是说 你当现在我们大家都有冷气的空间 当你在里面很冷气的空间 在走到外面的时候 那外面又很热 那其实这是现在很多人 我们常看到的 尤其是女性朋友 这就是我们中心所说的属婴 就是说你在外面 对女性还比较不好 就是说当你的体温调节中枢不好的时候 你在一个冷热的环境 交替的时候就会引起 你也会觉得头晕晕的 好像中暑的样子 可是他又觉得 我没有出去晒太阳 我只是出去一下子而已 但是你在这个不同环境当中 你的体温调节不好 那这时候呢 这种人的体质 在我们中心认为 比较弃阴两序的体质 就是容易疲倦 但是又觉得容易口干舌燥 这种的女性朋友 她很容易在这种属鞋的侵犯 我们中心认为 属鞋的侵犯 就是这种属气 我们中心称为属鞋 鞋门的鞋啊 对 它是一个属鞋 鞋气侵犯的时候 那你就容易中属 那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环境 有冷气的一个环境 所以很多女性上班族的 她很容易有 可能中午出去吃个饭 可是回来的时候 又在冷气房工作 到下午的时候 就会觉得头昏昏沉沉的 身体热热的 然后甚至觉得会头痛 她会觉得 我好像中暑了 那很多女性朋友 这种的情形 所以你如果说 当然在现在一个空调的环境当中 维持一个大概26度到28度的一个 温度当然是最好 不过如果说我们在冷气房里面 没有太阳照射啊 没有外面的什么 就比较没有不用曝晒在阳光底下 只要一出了那个房间门 到了外面去 当然大家都说 我一定要擦 我一定要擦防晒油啊 什么什么 没有有紫外线 昨天有个新闻讲说 从7月1号到前天7月10号 这10天里面 所有紫外线的指数 每一天都是危险级 所谓的危险级 到底是多危险 其实我就是说 这个紫外线 它足以去破坏 因为我们知道 皮肤是最害怕紫外线的 那它这一种 紫外线的强度呢 它会引起你皮肤 容易晒伤的程度 像我最近看几个门诊 不要说是女生 很多男生 其实更容易晒伤 因为他们喜欢 做一些户外的活动 可是又不拆 然后他都不表演不小心 对 他又不拆防晒油 然后今天他 他怎么觉得 他手开始轰轰的 一片一片一片 他以为是皮肤痒 其实不是 是晒伤 对 他有一个比较 侵入晒伤的一个现象 所以人会对于 紫外线会有过敏的情形吗 其实紫外线会啊 很多皮肤痒过敏的人 那个就是叫 刚刚讲的那个皮肤痒 红疹 那个就是过敏 其实我觉得有些人 他皮肤过敏的人 他晒到太阳 我们一定会叫他 你尽量不要晒到太阳 因为你会红 你只要洗 有的人是洗热水澡 他皮肤就开始红 开始痒 你不要说去晒到太阳了 不过静平 现在讲到晒太阳 当然大家都会出去看到什么 要擦lotion 要擦防晒的什么什么的 但是我们看到 一大堆的这个防晒乳 你要怎么选呢 有的说 你说这个防晒系数 有的从4到15到30几 现在说什么60都出来了 到底是怎么选啊 还是我们到底懂不懂 应该怎么用啊 其实我一开始也不懂 后来去问了我一些 那个医美的一些医生 专家的朋友 才知道说 去买那个防晒乳的系数 以前我们在讲说 那个防晒乳液 标榜说系数很高很低啊 你去药妆店或便利商店 那我都会想说 买高一点的那个防晒系数啊 对我来防晒是不是比较均匀 我不容易晒黑 而且又保护我的皮肤 其实防晒乳液有几个迷思 第一个我就是要跟大家讲的 防晒乳液的系数高跟低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高系数等于高风险 然后就是高负担吗 其实错 其实高低的系数没有那么重要 也就是说市面上 常常告诉你 防晒乳液的系数 高到甚至40几 50几 30几 60几都有 然后好像越高的钱 稍微就贵一点 那其实不要有这种迷思 其实后来我去问 那个我的医美医师的朋友 他们在做这种整形美容 或是皮肤的那种 那种改善的那种 那个医疗的时候 他们就告诉我说 其实防晒乳液的系数 高低真的不重要 关键在于 你是不是防止那个胜露 防胜露就是你在涂 那个防晒乳液的时候 有些啊 它的粉力个大小才重要 它的粉力大小 有时候你涂在那个皮肤上 那个均匀抹住 有些它都是粉力大的话 什么叫做粉力大小 它那个乳液 我说是液状的 跟粉有什么关系 但是你抹起来还是会有 光滑匀秤 或者是粗粗的那种感觉 那越粗粗的话就是颗粒比较大 颗粒比较大的话 有时候容易卡住你的毛细孔 你毛细孔不好吸收的话 你到时候还花你的那个一段 那个花了一些时间跟功夫 去清洁你的皮肤 所以有时候堵住的话 反而对你的皮肤吸收不好 那第二个是说 有些人就觉得 标榜有些市面上的防晒乳液 是说添加美白 或是抗老成分的防晒乳 是不是最有效 那我曾经也去请教我朋友 那时候我们在想说 要不要男生也跟女生一样做美白 其实美白不错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其实你要先涂美白 如果像有些女孩子 爱美的女性 你要先真的涂美白 或者是抗老的东西的话 你再去涂防晒乳液 这样比较有效 而不是说标榜这个三合一 然后全部都插在防晒乳里面 那个都是宣传的效果而已 而且有时候你额外添加一些成分 什么宣传有美白啊 有什么有酸性的东西啊 真的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不能有太多酸性 不能有太多美白的东西 你会卡在那个肌肤的角度 最好所有的防晒乳都是BB霜了耶 对 所以有时候不能两全其美 其实我也问过那个医护人员 他每次说这种东西 有时候你添加过多的那种 额外的东西 会增加它那个角质层 没有办法吸收 而且会卡住 还有很多很多的迷思啦 我们待会要回来 同时也要请问一下陈医生 那不然我到底要买4还是15还是30吗 怎么样比较适合吗 还有哦 真的有人热到杀人案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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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